美甘雅人最新的20公升的蒸汽氣炸烤箱 來做一些基本設定 那在基本設定之前呢 我會先跟大家介紹它有多厲害 跟它的一些基本的設置在哪裡 首先的話呢 它有離我有點遠 我比較不好操作 請搬離我近一點 來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介面它其實非常的簡單 它一打開 一打開就會有10個選項 有沒有 這個比較暗 它就有10個選項 所以呢 它的意思就很直白跟你說 欸 我這台機器有10種不同的功能喔 我可以烤吐司 我可以發酵 我還可以烤麵包 我還可以 吐司烤吐司 我還可以這個做上火 等於說我們要做明火烤箱的時候 只想要開上火 也可以 然後接著來囉 我還可以氣炸 也就是旋風烤箱的功能 所以我在買一些炸雞啊 我配一點油 我就可以放進去做一個氣炸的用途 再來 再來 還有 還有蒸 蒸氣 我們要講一下我們的蒸氣跟搭部一樣 它除了蒸氣打出來 從這水箱 水箱超大 它可以支撐至少45分鐘以上 因為我在家裡用這台做了很多料理的實驗 我也做菜給我自己吃 因為恭喜私用的感覺 沒有 沒有 我要試一下它的極限在哪裡 它呢 水箱很大 所以可以做一些比較長途的料理 好比說我做過一個最好玩的 就是把整顆雞蛋放進去 那一般來說 如果自己的烤箱有蒸的功能的話 是不是都會直接100度蒸熟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喜歡吃有texture的 有口感的 就會知道說 其實溫泉蛋 或者是溫泉蛋 有些是水滾關火加下去 然後蓋蓋子 然後煮 它就變成糖香 這台不用 這台可以做 大家聽過舒肥的料理嘛 對不對 幾度的溫度 給你幾度的口感 當然要過那個 要煮熟 要殺菌的溫度 我就可以做了一個所謂的65度的溫泉蛋 就是把蛋整個放進去 切到 我會切到70 因為這個溫度 我還是會讓它拉高一點 比自己吃的 有時候泥足一劈起來 它的蛋打開來 就是我們想要的那種溫泉蛋 蛋黃是一個很很綿密的這個口感